这是我们东北普通的洞梨 这是一块板砖 我们让他俩翘一下 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看洞梨安然无恙 我们的板砖已经洗碎了 冰过的水果洞梨硬到能砸碎砖头 这是在零下41.5度的黑龙江墨河 独有的限定画面 当地近日持续低温 空中水气成了白雾 能见度不到100公尺 身体不多包几层 真的会冷到崩溃 在室外占美10分钟 眉毛睫毛都会结上白霜 极端天气也发生在辽宁沈阳 一名男子喝醉走路回家 倒在零下20度的户外 等他醒来已经躺在医院 坐在马路边 我先缓一会儿 可能就晕倒了 剩下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手指已经发黑了 变硬了 没有感觉没有血运了 我们就甘心坏死 零下20度晕倒三小时 男子右手四根手指 冻伤坏死 只能截肢 大陆多省 近来受到冷空气侵袭 新疆因为气温 骤降到零下15度 水蒸气凝结在 结冰光滑的湖面上 形成罕见的双花 内蒙古大兴安岭 也出现零下30度低温 相思湖瀑布 完全风动 TVBS新闻 余欣和李明珍 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